原例具拿公益奖项,这样评价赵薇范冰冰的公益行为。 如今,在娱乐圈中的明星,越来越多的明星通过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担任公益项目形象大使,参与慈善议演或以微博呼吁等方式参与公益活动。 今年有某公益盛典颁奖典礼上赵薇等人荣获2018是大公益人物。 这份名单公布后,在网上立马引起网友的热议,由网友称顾乐天、崔永元、袁立、韩红、江一燕等是不是给漏掉了? 甚至还由网友直接说赵薇、范冰冰都是个笑话。 因为很多网友在谈论这件事时,都会把袁立等人拿来做对比,今天上午,袁立在社交媒体上连续发布两条消息。 首先,他发了一张微信聊天的截图,表明自己对公益奖项的态度。 在截图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原理说自己我本人不愿的任何公益奖项,也不参加任何公益颁奖。 随后,对于赵薇和范冰冰的公益行为原理也是这样评价,大家都做公益才是好事,而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实在太多,我知道他们一直在帮助特定的群体。 财富和影响力是用来祝福别人的。在我们离开地球之前,反正也带不走。 应该多去帮助缺少的群体。他们一直在努力。 原理从抗击非典文艺节目《我们众志成城》2006年发起了捐一本书,把感动变成行动,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中豪捐31万。 2015年,原理还连续6天来赴陕西秦陵山区探访陈废农民。一切都是真真实实在付出的公益。 就像一个网友所说,抛开浮华,不图名利,默默奉献住爱心和善良,你是我眼中最美的公益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